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 专家表示很吃惊 因为历来孔子的形象都是这样的 这件文物出土于一座西汉古墓 墓主人叫做刘鹤 他这一生的经历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早年在何泽做过昌义王 之后当了27天的大汉皇帝 因为做了1127件坏事被废为庶人 再之后被封为海昏侯 这位被骂了2000多年的汉废帝 在史书中全是负面评论 但在他的古墓中 却出土了很多儒家经典 那么刘鹤真实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今天带大家去南昌海昏侯遗址公园 一探究竟 坐着观光车很快就来到了第一站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入口前面的广场近身长168米 象征海昏侯国从公元前63年到公元104年总计168年的在世历史 广场被三段台阶分为四级 表明刘鹤昌义王 汉废帝 平民和海昏侯四种身份 台阶一共33级 象征刘鹤33年传奇而短暂的一生 进入博物馆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大型浮雕 主要展示的是海昏侯国百姓的平民生活 以及刘鹤的贵族生活 中间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鹤的雕像 面容清秀 咋看也不像荒淫无度 坏事做尽的汉费地形象 展馆内有一件青铜灯 上面有名文南昌 这是江西发现最早有关南昌的实物 而我国最早的南昌二字 则是发现于湖南 公元前202年 刘邦派大将陈英南征 建造豫章郡治所 取名南昌 大体的意思就是南江昌盛 这件青铜鼎上面的名文 从左到右分别是 昌义吉田铜鼎 戎十斗重 四十八斤 第二 吉田是西汉很重要的礼仪活动 皇帝祭祀先农后会亲自耕田 祈求五谷丰登 这也是古代以农为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件小小的玉印 证明了牧主人就是刘鹤 按刘鹤海昏猴的身份 他可以使用七顶 但实际上在他墓中出土了二十多件 墙上有一张图片 展示着海昏猴国墓园的分布情况 中间M1就是刘鹤墓 M2是刘鹤夫人墓 旁边便是刘鹤大儿子刘冲国墓 大家能看出来也是有地面建筑的 所以博物馆中展示了原来的铜瓦 以及瓦当 西汉的铜瓦最大的特点就是大 而瓦当图案也是相当大气 各种图案和文字都能找到 到了东汉时期 瓦当图案就比较内敛了 刘鹤墓室的详细分区 在墙上也能看到 如果看着不过瘾 我们可以去真正的刘鹤墓看看 但是现在不让进入 据说里面依旧有人在做考古工作 旁边复原了许多原始结构 刘鹤墓也属于树穴土坑墓 就是这个坑比较大 刘鹤的内观被放在了一侧 也是因为这一举措 让现代的盗墓贼没有找到内观位置 但是刘鹤夫人墓就没这么幸运 被当代的盗墓贼盗绝一空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 刘鹤墓在五代时期就被打锅盗洞 但是没能进入 后来因为地质变迁 地下水位上升 把整个海昏猴墓淹没在了水中 正所谓干千年 失万年 不干不失就半年 所以墓葬中的漆器与竹简和氧气隔绝 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瑰宝 刘鹤做昌翼王的时候 修过一座衙墓 就在河泽巨野 现在叫做金山大洞 我也去过 刘鹤的父亲刘伯 是第一代昌翼王 刘鹤的奶奶 就是汉武帝最喜欢的李夫人 素有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之城 所以刘伯的封地肯定要特殊照顾 后来汉武帝刘彻去世 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玲继位 因为霍光想让自己的外孙女上官室 获得专宠 于是让后宫嫔妃穿上安全裤 防止刘弗玲和其他宫女暧昧 结果直到21岁的刘弗玲去世 上官室也没能生育子嗣 汉昭帝绝似驾崩 国不可一日无君 霍光经过挑选 感觉昌翼王刘鹤最好拿捏 于是招刘鹤到朝中成为皇太子 然后继位国君 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的刘鹤 快马加鞭就赶去了长安 到了长安之后 就和自己仓义的老朋友 开始饮酒作乐 荒淫无度 据史书记载 继位27天 做了1127件坏事 每天相当于41件 如果不睡觉 每小时就得做1.7件 这光干坏事就得给累死 并且刘鹤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所以司马光才在资质通鉴中说 尽管刘鹤不学无术 不务正业 甚至有点荒诞无度 但是也不可能在短短的27天 做1127件坏事 所以说 这个刘鹤之所以 能让人给安上这么多罪状 其实就是源于霍光的专权所需 在这场费力的风波中 刘鹤他只不过就是霍光 玩弄全数的一个政治目标而已 这是刘鹤墓中出土的金饼 一枚重250克 纯度99% 用现在的价格换算 一枚价值10万块 这只是冰山一角 别人墓中的铜钱是按煤计算 刘鹤墓中是按吨计算 金子更是直接按公斤计算 但是因为视频时长问题 海昏猴遗址公园 我分了上下两集 下一期我们继续聊 海昏猴刘鹤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远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